副部長,還有防醫師,還有各位前輩,各位醫師,大家好 那今天我來跟各位介紹五月大內科教育儲窗的解答 那因為等一下我還要8點半,還要趕到台北分院看一個檢查證 所以等一下可能沒辦法講台滿,還請各位見諒 那今天分享了三個case,三個都是真實的案例 那第一個case,這是一位17歲女性 他來我們急診的True Confluence,是Progressed, Weakness and Palmitation 已經兩天了,那因為這個病人是一個Grabble第一次的病人 之前在外院控制,是使用Messimalo一顆QD在控制 那後來覺得控制不太好,所以在這次來急診的前幾個月 轉到我們醫院,我們科Metal的門診,在控制他的Grabble第一次 那我們科的VS是給他Messimalo三顆QD Polipreno一顆BID在控制 那來急診的上禮拜才來,最後是一個門診 那一次抽血Free T4是1.43,我們可以看到在normal range之內 那TSH是0.44,也是在normal range之內 所以看起來控制得還不錯,但是他在這次門診之後 就Progressed the Weakness, Palmitation, Nothia vomiting,已經兩天了 所以後來病人覺得很不舒服,就直接來急診 急診那時候也不覺得有什麼特別怪異的事情 就把它當作superficial gastritis,給那些胃炎就嫁回去了 那病人回去之後覺得非常不舒服,所以隔天之後馬上要來我們急診 在這急診就願意收到他住院,但是病人在急診就會progressed jersey 就越來越不太清楚,然後沒有fibre,沒有calf 在急診抽血看起來,壞抗是13000,比較高一點 那Cretinine是1.01,也是比normal range還高一點點 B1是28.3,也是比normal range還高一點 Q型是1.1,收點也是125 所以看起來在急診的抽血,看起來Lucose psychosis 然後Cretinine有點高,看起來有點Acute Lyme failure 然後hypochalcemia,hyponatremia的finding 那這急診意味流起來沒有Piuria,EKG做起來也還好 No sinus reason,然後就收住院 但是很不幸,在住院第一天晚上,病人看球時就越來越Jersey 然後越來越喘,progressed dyspnea,跟看球時Change 就第一天晚上住院的時候變成這樣子 然後指辦醫師也沒有做什麼特別的事情 他有給病人吸一個嘔吐,然後抽Gas 但是Gas看抽到那份,他也沒有再抽一次 所以隔天早上後來就來查訪 我查訪的時候,還沒查到這一床 就被護士call說這個病人已經叫不起來 一個17歲的女生第一天晚上抽我手中就叫不起來 這件事情其實蠻令人沮喪的一件事情 然後他B1聽起來,他B1聽起來是clear 還是有聞到一些free tea order 然後我Semit的量起來,這時候RuneAir Auto的situation就有96% Change16造起來沒有讓人的力菌 也可以做起來還是三人死腿卡底 所以一開始的Initial Impression 這邊寫的其實暗示很明顯 他B1是clear,X1沒有什麼力菌 然後situation也非常好 所以這邊暗示了還滿明顯的 應該是一個metabolic acidosis 而且你有聞到這個free tea order 所以我答案就是DK 第一題答案就是DK 你回來DK之後就要放病人抽血 應該要抽到Glucose 還有KetonBody 還有Gas 應該要抽這些東西 DK一般的表現就是thirst 然後polyurea 然後可能因為metabolic acidosis的關係 會noseal vomiting 然後opetomal pain 這是因為acidosis的關係 然後你特別是他聞到 也會鼓水果的方向味 Fruity order 然後嚴重一點會看出是勸舉 然後又到comma其實很少見 然後如果病人以前有 weight loss rapid的Hitry 表示病人很有可能是新診斷的Type-1DM 那這個病人大概就是啦 只是說他跟Glucose的意思有點合併 所以會讓人家confuse 所以即使你沒有想到病人是DK 就把他叫回去 隔天又住院進來 那你後來DK之後就應該幫病人抽血 去Prove這件事情 那根據美國法院學會 他的guidline DK的guidline大概是說 驅骨要到於250 pH值要小於7.3 或者是bycomma要小於18 就是要去算性的 然後killer body要positive 這個是DK診斷的criteria 然後電子診斷DK之後 來內科當然你要思考發生DK的原因 不是說治療好DK就算了 你應該要思考原因 那最常見發生DK的原因就是infection 就是infection 然後可能是Nemonia 或UTI 或Sephyse 那第二常見呢 就是病人可能沒有按時打issue 像我們這個病人 他是新診但Type-1DM病人 所以他大概以前沒有打過issue 所以這是發生DK 那這病人為什麼不是Cyroid Stone 病人本身有gravity意思 但為什麼不是Cyroid Stone 我們先看Cyroid Stone 因為我們科的診斷這個標準 大概說有分為六個system 六個system的分數加起來 如果3分4很小 如果是這個表格加起來 分數加起來 如果是超過45 表示高度化疑是Cyroid Stone 如果是45分到25分之間 是中度化疑Cyroid Stone 如果是25分以下 其實就不可能是Cyroid Stone 那這病人本身DK 其實分數加起來 他其實是符合Cyroid Stone的診斷標準 但病人 我們可以看到 他做一次門診抽血 其他的Cyroid function 一定是Normal range之內 所以因為Cyroid是Normal range之內 所以他就不可能是Cyroid Stone 所以他分數加起來 符合這個診斷的criteria 那剛剛你幫病人抽血 你發現他DK 然後幫病人抽血 他Sugar 300多 所以你應該在病人Stable之後 你應該要做哪些檢查 來Proven your impression 剛剛暗示很明顯 這邊可能是Type-1DM 所以你應該要幫病人做 Glucagon Stimulation Test 那這是什麼東西 我們先來看 美國糖尿病學會的診斷DM的標準 當然是HP1C大約等於6.5% 或是空物血糖大約等於826兩次 或是OGTT做起來的Sugar大約等於200 和病病人有糖尿病的症狀 吃多喝多尿多加Body味肉絲 就可以整到病人是DM 那剛剛這病人一般病人抽血 Sugar 300多 如果仔細問起來病人其實有DM的Hitry 只是被人家忽略掉 所以病人是DM 那整到病人是DM之後 第一件事 你應該幫病人做分類的事情 因為我們DM有四大類 四個Type Type 1 Type 2 還有Other Civic Type 還有GDM 一般的分是四種Type 其中Other Civic Type跟GDM 你靠問診或是靠PE 可以幫病人懷疑 懷疑之後去做檢查 可以幫病人確診是什麼問題 主要區分的是Type 1跟Type 2 這也是最常見的這兩個Type Type 1跟Type 2 那根據健保的概念 你要區分Type 1 Type 2 GOLD STANDARD 就是Glucargon Stimulation Test 就是生糖素 然後病人打生糖素之後 病人坐在那邊給你抽好多次血 病人的Testing Stimulation Test 必須小於0.5 然後 打Glucargon之後 你的Stimulation Test 會到6分鐘的時候 升到Pick Pick的時候必須小於1.8 或是Pick跟Tabeslide的Delta 必須小於0.7 數字大家不需要記 大家可以記得 一定要叫做Glucargon Stimulation Test 這簡直是區分Type 1 Type 2的GOLD STANDARD 第三個問題是 你剛剛幫病人診斷是DK 又幫病人診斷是Type 1 DN之後 如果病人 它的NT-GDA65 這個Antibody Positive的話 那你的final digressing是什麼 那我答案就是 Autoimmune Polyendocrine Syndrome Type 2 我們先來看這個Antibody 是什麼東西 原來它是Type 1特有的一個Antibody 在這邊 它是Anti-GAD65 Antibody 這個Positive就表示 變成Type 1 我們剛剛分類的時候 我們看到Type 1 大概分類兩大類 一個是Autoimmune 一個是Ediopathic 如果Antibody positive 表達變成是 Autoimmune的Type 1 DN 那這個Autoimmune Polyendocrine Syndrome 一般是兩種Type 我們可以看到Type 1 這邊有個Tri-A Edison disease 然後Hypoparacillitis 跟Mucocutaneous Candidates 它有這個三個Tri-A 那Type 2可以看到 畫紅線在這裡 Type 2一般診斷是要 以下幾個疾病 有兩個以上 就可以符合Type 2的診斷 一個是 一個是這個 Edison disease 一個是Grab disease 還有Autoimmune Saluditis 還有Type 1A Diabetes 這幾個病人 只要兩個病人 可以符合 Autoimmune Polyendocrine Syndrome Type 2的診斷 那我們這個病人 他就是有Grab disease 跟Type 1A Diabetes 1A指的是Autoimmune的Type 1 不是一體 有Pasic 是Autoimmune 所以變成在 Antibody 如果Pasic 不要變成是1A Diabetes 所以就符合 Autoimmune Polyendocrine Syndrome Type 2的診斷標準 那在我們科 Type 2偶爾會看到 當然Type 1是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過 包括我們科其他前輩 也沒有看到過 所以這邊少了一些 Type 1的資料 跟各位做分享 因為這是一個 算是一個小孩子的疾病 一般都在20歲以前發病 我們看到它的Tri-A Candidiasis 還有Hyper Paracelodesin 還有Edison D-Ease 大部分都是在 微塵寧的時候發作 所以它比較 是一個小孩子的疾病 那這個就是 Mucocutaneous Candidiasis 各位如果看到這類病人 可以轉到我們科 Svayza病人 有沒有可能是Type 1的病人 那做一個 這個Case 1做一個問題 就是病人Stable之後 血壓竟然很低 只有86 over 61 所以你應該幫病人 去懷疑哪些事情 那答案就是Cortisol 跟STH 病人已經符合Type 2的診斷 他有GRAP的底液式 還有Type 1 1A的Diabetes 那在這個小 小族群的這個study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Agenital P訊息 其實發生機會很高 大概100% 所以這類病人 很容易合併有Agenital P訊息 所以當你病人 血壓降低的時候 你應該記得要幫他抽血 看有沒有Agenital P訊息 如果你是懷疑的話 可以幫他做SQ STH Stimulation Test 幫病人做確診的動作 幫病人做確診的動作 那這個Edison Delice 蠻有趣的 它的特徵大概是 你會看到一些Vitiligo 跟一個Hyperpigmentation 這Vitiligo就是白斑 一般我們Autoimmune 因為SQD的病人 會合併有白斑 這個蠻特別的 所以有白斑的病人來看我的時候 我都會幫他驗SQD 那如果是Edison Delice 因為它是Primary Adrenaline Salvation 所以它STH的應用上會很高 STH在合成過程中 它的潛居物跟 觸黑色素形成素的潛居物 是同一個 所以STH被製造出來的時候 你的身體的觸黑色素形成素 也會跟得比較多 所以你會 Hyperpigmentation 這個是蠻特別的Finding 所以Autoimmune Polyandlecronin syndrome Type 2的病人 因為它有Gravity抑制 它也有Adrenaline Salvation 的時候 你會發現病人有Vitiligo 還有Hyperpigmentation 兩種特徵 像這個圖一樣 還蠻特別的一個特徵 那我剛剛分享的第一個Case 要怎麼跟各位分享 因為這個病人 就是Gravity抑制的病人 你要很合理的懷疑病人 沒有Type 1 Diabetes 這病人雖然氣沒有淡血 這樣過去 可是其實 你可以想得到 其實它之前看我們Color VS 然後這次又發生DK 然後第一天晚上 竟然就叫不起來 其實當時在Care的時候 其實非常緊張 壓力非常大 因為怕有一到九溫發生 所以其實那時候 Care的時候其實非常緊急 晚上還打電話過來 尋問病人的情況 然後還好這病人是安全出院 這樣子 那第一個Case 這次比較 但是因為DK覺醒 反正DK的時候 DK覺醒所以Q性比較高 後面 後面就 後面 後面 那個後來沒有驗 因為後來DK治療好之後 這包含Q性已經恢復到NORANGE 所以之前那個11.1 Hypercal聲明 我認為是DK造成 DK覺醒造成的 所以沒有特別再去驗IPTH 因為後來已經弄過NORANGE了 第二個Case 這是一個23歲的女性 她來我們 來我們科門診 是因為 Wear Loss 2個月 12公斤還蠻多的 然後變成是 胃口很好 胃口很好 之下 還Wear Loss 12公斤 合併有 Propitation 還有Hand Tramer 是在我們科 胃口很好 你要把胃力 Wear Loss 12公斤 在我們科 就兩個病可以想 一個是Hyper Saludism 一個是 鼻炎 糖鬧病 那病人如果合併 Propitation Sweating 當然就很合理的 就懷疑是Hyper Saludism 所以你一開始 應該是Hyper Saludism 你應該至少幫病人臭血 TSH跟Free T4 那Hyper Saludism 有幾個特徵 Grevity 有幾個特徵 第一個眼睛會比較突出來 看起來會很大 第二個是Goet 脖子會很腫 再來是 不會肉絲 再來是 因為會容易Sweating 所以皮膚抹起來會比較溫暖 比較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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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會Tramural Tecadia 那我這個病人是Wear Loss Tramural Tecadia 都有 還有Sweating 所以皮膚抹起來會很溫暖 會比較溫暖 這是Grevity的特徵 那眼睛部分就會很突出來 看起來會很大 脖子會很腫 所以我的門診病人 在我們META病人 其實門診病人蠻有趣的 可以分為兩大類 年紀比較大來看你通常都是糖鬧病 年紀比較輕人來看你 一般都是假裝線 所以門診病人有時候 那種很年輕來看我 然後眼睛很大 像這樣子 像照片這樣子 脖子很腫的 他一進來我就會問 我通常都會問 最近幾個月皺了幾公斤 病人有時候就會覺得 哇簡直就是神醫 他還沒開口 我就不知道他物體是什麼東西 因為門診可以分為這兩大類的病人 所以大家可以猜得到 病人是Hyper Saúde的物體來看你 他眼睛還蠻特別的 所以會比較突出來 那 Hyper Saúde以前 他有一些Sign 他是比較non-specific 我覺得比較specific 是這個Trainmer 這Trainmer就是手會一直在戰鬥 這樣子兩隻手舉起來 兩隻手會一直在戰鬥 這是滿個specific的一個Sign 就是Trainmer 然後如果 病人 剛剛幫病人確診 是Hyper Saúde之後 病人的Syroid Antibody 三個都是Negative 接下來要排什麼檢查 那我答案就是Syroid Apple 跟Syroid Skin 我們先來看 Hyper Saúde以前 當然比較常見的是 High Radial Aradine Uptake 那比較常見的原因 大概就是Grab DeEase AutoimmuneSyroid DeEase 最常見 那第二個常見的 大概就是Toxic Adenoma 或者是Toxic Multiple Nodule Goit 第二個大概是這個 比較常見 那這兩個疾病就是要排 Syroid Echo 跟Syroid Skin 才幫病人做確診的動作 那在Syroid Echo裡面 Grab DeEase 大家看起來就像這個Picture一樣 兩邊都會比較腫大 然後看起來也非常不均勻 我們科巴形容稱是Mouse Ease 就像看起來像老鼠在咬它一樣 一塊一塊的 這是AutoimmuneSyroid 在Syroid Echo下的Finding 如果是Adenoma 就可以看到Syroid一塊 一塊結結 一塊Nodule長在那邊 像這個照片一樣 一個Adenoma 那如果是Multiple Nodule Goit 就是有看到很多的Nodule 在這個角落線裡面 那這邊的話 去做了Syroid Skin Picture 就像這個照片一樣 我們會看到在左下角 有一個Hard Nodule 那左下角那個顯影特別明顯 看起來是一個Hard Nodule 所以答案就是 Toxic Left Cyroid Adenoma 我們現在看看 什麼叫Hard Nodule 什麼叫Code Nodule 這是Syroid Scan下的Finding 右邊的那張照片 我們看到它左下角 有一個非常明顯的Hard Nodule 這Hard Nodule就是說 它吸收這個Radio Aden Uptake是吸收比較多 所以表示這個 這個Nodule是有Function的 所以它是一個Toxic Adenoma 是這樣的Finding 那相對來說 左邊它是一個Code Nodule 就是說它 Radio Aden的Uptake是很低很低 可以看到幾乎沒有 左邊那個Nodule 所以一般我們在我們科 比較懷疑是Cancer Syroid Cancer 所以它不會吸收Radio Aden 所以它的Uptake會很少 這是Code Nodule跟Hard Nodule的區別 那有時候你照片照起來 在右邊那一張照起來 你覺得不是很明顯 你覺得Syroid Scan之後 兩邊都有一點Uptake 但是右邊好像比較明顯 可是左邊也有 你不知道這個 這個是到底是什麼Nodule 所以有時候在我們科 配上給病人吃Syroid Syn 吃Syroid Syn之後 會把它TSG Suppression下來 Suppression下來 在理論上 你的Syroid 比較不容易吸收Radio Aden 所以 再翻譯變成一張Syroid Scan 就是左邊這一張 可以看到它的左邊的Syroid 幾乎沒有Uptake 這是因為是Syroid Syn之後 會變成這樣子 那右邊因為它是有Function 它是一個Hard Nodule 所以你給它是Syroid Syn之後 1R1的它的TSG 它還是有Uptake 這個Radiology 所以就可以區分出來 變成是一個Toxic Adenoma 在左邊的那個 所以這個是Syroid Syn一個結果 可以幫助我們Differential Diagnosis 那你剛剛幫病人確診 是有Toxic Syroid Nodule 之後 Adenoma之後 接下來治療 當然就是Radio Alden Therapy 跟Left Syroid 的Libectomy 就是整個把它切掉 或是給它吃病人 比較大肌量的放射點 它會把你的Nike Nodule 給Aboration掉 要不然整個 直接把左頁給切掉 那這兩個方法 那第三個Case 這個比較複雜一點 這也是一個真實的Case 她是一個49歲的女性 她來我們急診的去腹痰分析室 覺得很喘 她覺得很喘 已經三個小時 然後問起來 其實變成以前這一年來 就三不五時覺得會喘 但是那時候量起來 她覺得喘的時候 一分鐘呼吸十八下 好像還正常 但是變成合併有Protation Muscle Weakness Disfaggia 因為Disfaggia 她覺得吞咽困難 所以她吃東西就容易嗆到 所以後來就跟著不吃東西 所以最近兩個月瘦了15公斤 還蠻誇張的一件事情 因為Protation 後來去看了 去台大看 台大幫她診斷出來 是Hyper Saludicin 然後就給病人吃 這個 吃Cabimaro 跟Proqueno Cabimaro 跟剛剛第一個Case Messimaro 其實類似的藥 這病人是Cabimaro 跟Proqueno 在控制它的Hyper Saludicin 而病人並沒有覺得 比較好 她被檢案 被台大診斷是Hyper Saludicin之後 再吃藥控制 可是幾個月下來 她覺得沒有比較好 所以開始 她時間前開始 因為覺得她吃不下 無法吞咽 所以10天前 她覺得懷疑自己有Cancer 所以開始自己吃一些中藥 然後她先生也覺得 這病人怎麼那麼Psyche 呼吸18下還覺得喘 比她先生 就是呼吸的還要慢 竟然覺得還要喘 所以她要時間陣 叫她去看Psyche emergency 那病人就蠻可憐的 拖了好久 所以這次又覺得 特別的呼吸困難 就讓我們急診 那這次量起來 就是大概每分鐘 25下 這真的有比較喘 雖然之前沒有喘 但是這次真的比較喘 一點 但是Bling Sound聽起來 是Clear Chash Rate看起來 沒有Lum Legion EK做起來 是Synos Tecati 那在急診抽血 看起來 換一看HP 都還是Noble Range 那Gaze看起來 PH是7.201 然後CO2是17.3 O2是 它有用NASO2 所以O2量起來 比較高 145 Bling Sound看起來 是6.6 所以看起來 是一個Metabolic Exocis 的Picture 那LOT Cratein 都還是在Noble Range 那很特別的是 它Sugar只有82 因為它Prolone Fested 那HP氏只有4.9% 然後Kelomba 也是Party 三角 所以看起來 然後Clear function 是Noble Range之內 所以看起來病人 是一個Keto Metabolic Exocis 的樣子 所以我第一個問題 你針對它的Metabolic Exocis 你的Inflection 你的Divulation Diagnosis 是什麼東西 那我答案就是 Starvation Keto Exocis 我們先來看 這為什麼不是DK DK它要先整個病人是DN 那病人 剛剛Pesting Sugar只有82 HPN只有4.9% 其實非常非常的低 我常常病人抽血 看HPNC多少 4.9% 其實很少看它這麼低的 那一般我們 6.5%以上 是 整段是病人是糖尿病 我們看到HPNC 沒有加減疫 大概表示病人 平均血糖加減 大概28到30左右 所以病人是4.9% HPN4.9% 也就是說它的平均血糖 大概 大概只有90幾而已 其實是蠻低的一個幅度 所以病人當然不是糖尿病 它會變得非常遙遠 所以病人不是DK 那根據 Testbook上面寫了 Keto Exocis 有幾個原因 當然最常的原因 還是DN DN可能沒有Control好 或是病人發生Infection 或是沒有打力打出 所以會發生DK 那如果不是DK 第二常見 大概就是 這邊有寫第二條 是Alcohol 然後何必病人Pool Intake 或是Fasting Alone 所以我們這病人大概就是Fasting Alone 所以發生了Keto Exocis 這是有可能的 病人長了兩個月 居然沒有吃東西 所以發生了Keto Exocis 那如果這天 你去病人被塞 跟他問診的時候 你會發現 病人的艾力德 怎麼會跟他講話期間 他艾力德 就不斷地在下降 不斷地在眼皮下垂 然後病人又極力想要撐開來 然後又下垂 講一講 又極力撐開來 一直這樣做一個循環 那你Pool Intake是什麼 那這是一個真實案例 這是一個 Myasthenia Gravers 就是重症記錄力 重症記錄力 一般眼睛的症狀上面 會還蠻明顯的 一般還蠻常見的 就是眼睛上面的一些 小肌肉會Weakness 然後會Tosis 看到這張照片 就是眼皮下垂 然後還有血視 這是要一個特徵 另外一個特徵就是說 他這個眼睛的症狀 會隨著時間過去 越來越明顯 他早上的時候眼皮 比較容易撐開來 那隨著時間慢慢 慢慢過去 他眼皮又經驗不容易撐開 尤其到下午的時候 根本就撐不開來 這是一個重症記錄力的 這個眼睛的表現 那我們的病人 其實是還蠻符合這些表現的 那為什麼為什麼病人 在悲伯舌體能 在被台大折瓣出來的時候 病人會覺得比較好 他覺得沒有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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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症狀上越來越明顯 甚至最後吃不下 所以就來 這次就發生 症狀状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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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 所以病人可能就是 在他被診斷了 是害胞扯了一點之後 他沒有診斷出來 是中文級無力 所以給他吃了Profenol 所以加重了他的 Myestinia Phancinia Grapesida Simpleton 所以這次病人 才會覺得Dysphagia 然後變成Festin Plum 才發生Salvation Keto SLC 是注驗進來 所以幫病人懷疑之後 就讓他幫病人做確診的動作 那我們科匯室內 大家就建議我們抽一些antibody STL Choline Dissept Antibody 還有Repetitive Nerve Stimulation Test 那整段中文級無力的方法 大概是剛剛講的這兩個 還有這個Single Fiber Electromyography 這我們也沒有檢驗 所以神經內扣建議我們抽剛剛那兩個 做那兩個檢查 那變成研起來 Antibody確實是Pathive 大於8.1 其實還蠻高的這個幅度 那做起來 Repetitive Nerve Stimulation Test 也是看到Response是隨著時間過去 越來越減低 所以病人是符合 Mycineal Gravese的一個Diagnosis 所以最後確診的病人是這個問題 然後原則是大提告訴我們 這個中文級無力 跟Shymic Tumor有關係 所以後來病人是找了 確實CT 沒有看到Shymic Tumor 所以就還好 這病人就是這樣子 因為這是神經內科的疾病 這邊就不多做介紹 那最後這是我去年拍的 我們Lingo長根的 星軌的照片 上面這白色的是星軌 這邊實在是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與各位共明知 最後謝謝各位醫師